監視器畫面拍下一輛白車好好停在路邊 這時突然後面一輛黑車撞了過來 強大的撞擊力道瞬間把白車往前推 連路旁的機車也被波及 黑車在撞擊後引擎蓋掀了起來 車頭嚴重凹陷 被撞了白車後保險桿斷裂 路旁被波及的機車車殼也破裂 車禍現場滿地都是零件碎片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強大 事發就在清晨4點 一輛黑色雙臂車行進台中北區重德路時 先撞擊到路邊5輛機車後 再撞上路邊停在停車格的白車 白車被撞擊後再往前推撞另一部黑車 總共撞擊了7輛汽急車 這巨大的撞擊聲也讓附近民眾嚇壞了 聽到聲音了有沒有 因為我想說什麼地震之類啊 什麼東西倒塌吧 真的有點嚇到 因為掛到門口 我來是看到是這樣 這樣明天要不上班 被撞擊的機車車主接獲通知到場 看到愛車好端端停在路邊 卻被車禍撞擊 讓他擔心一早沒有辦法去上班 肇事駕駛在車禍後只有輕傷 他聲稱自己最近有偏頭痛 不知道為何會撞車 至於詳細的肇事原因還有帶警方